Excel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工具 大家慢慢在你的Microsoft Office裡面 它就安裝了就已經有這個工具 發現很多人越來越容易用Excel來存資料 分析資料等等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Excel它也變成一個開發工具平台 尤其是很多決策資源系統在商業界 用Excel來做一些計算決策分析 這個例子是用Excel來把網格式的GIS資料放進來 GIS資料大家知道有項量式跟網格式 當然項量式沒辦法放到Excel裡面來儲存 可是網格式資料就很適合 比如說Excel這個案例 你看它把五個圖層就直接放上來 這個是道路 這是道路的這個圖層 然後這個是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的圖層 Excel就是一格一格一格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GIS裡面的網格資料把它轉成所謂的文字檔 變成CSV的文字檔的資料 儲存變成ASCII的檔案 這個資料都在教科書的網站裡面 你可以直接下載第七章的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資料裡面 就在ASCII裡面 這邊你看就是ASCII的 這個裡面打開的就是這些 這個GIS資料已經變成文字檔案的數字 文數字檔案的這些資料 所以這裡面有地級資料 還有現有的零售店 這個題目是要選一個新的零售店的位置 它有五個條件 根據這五個條件 我們來做這個空間疊圖運算 然後找出最適合開發的地點在哪裡 這裡面把AHP的方法寫進去 就是說你這個五個條件 你可以擦定不同的權重 所以這權重誰給 你可以用兩兩相比對的方法 請問這些專家 找出來一個 假設我要設定一個權重 他要怎麼做 好 我們先RUN一下這個程式 先讓各位看一下 這個程式RUN起來是怎麼樣子 這邊有個開發人員 待會兒我告訴你是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你要勾選以後 開發人員就可以寫這個VB的程式 然後你VB可以把它寫成一個聚集 然後就可以執行這個聚集程式 你按一下執行 然後它這個表單就出來了 這個表單就是剛剛用這個在裡面 用VB去寫的一個表單 讓你來選圖層 那你把這個五個圖層都選進來 然後按Select 然後第二個表單就出現了 第二個表單就是這個 這些五個圖層兩兩相對 你如果Land Cover比這個所謂的 這個現有的商店的位置 哪一個比較重要 你覺得Land Cover很重要 你就把它9這邊 那如果兩個一樣重要就選1 那你如果覺得現有的位置比較重要 你就把這邊靠這邊 就是反正就是這樣子來選擇 然後兩兩相選擇 然後這個你就可以調整這些 這些它的重要性 就是這些重要性 然後我們按一下 我們假設都一樣重要 我們假設就是用Default 然後按Select 它就會計算 計算出來就是結果 然後那個應該是 越紅的地方就是這個 條件越好的這些區域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練習就這樣子 很簡單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個 剛剛那個是已經資料都漏進來 層次都寫好了 我們假設從頭開始的話 你要做一個這樣子的 要怎麼做 那我們第一個要把開發人員 把它抓進來 那開發人員 等等我看看 等等我看看 在我們的 這邊有一個選項 在這個檔案這下面有一個 option選項 這個檔案這下面有一個 option選項 2013版跟2007版有一點點不一樣 如果這個2013版在這裡 這邊有一個開發人員 你這邊把它勾的話 它這個開發人員就不見了 就沒有VP的功能 所以你要按這個選項 然後在自訂功能區 把這個開發人員打開來 那你如果是2007版的話 差不多這邊下面有一個選項 然後打開來 然後在第一頁的大概就有這個 那開發人員 你按開發人員 這邊VP就出現 然後你VP按一下 它就打開VP的這個介面 那早期在desktop上面的開發的這個系統 都有使用者介面 就是GUI 就是使用者介面 圖形介面 就是讓你選單有沒有 按這個鈕 然後做那個等等 下拉選單等等 那這些使用者介面怎麼開發出來的 就是用VB Vidual Basic 這樣子 這是最常用的 這個 而且VBA比較容易學 使用者介面 那譬如說我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插入一個選單 一個錶單 一個錶單 按一下 這個 插入一個錶單 錶單就出現了 那把錶單拉大一點 我們這裡面要弄一個 所謂一個Frammed 框架 讓它來展示這些 我們設計的東西在這裡面 然後要弄兩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 第二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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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錶單就設計好了 就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錶單就是剛剛看到的 按的時候第一個 有五個圖層 讓你可以選 這邊按Select 這些程式碼 都是寫在這個錶單的後面 然後在錶單的這邊 按右鍵 你就可以看到檢視程式碼 那程式碼 你就把那個 從網站上面下載來的這個 程式碼把它整個copy進來 第七章 第七章裡面有這個 就是第一個S才是S 那它的code在這裡 然後grid這個是第二個練習 用ArcGist 那這個code裡面 有一個Excel的這個code 把它打開來 然後全選 然後把它複製 然後複製到這裡面 然後把這個裡面的 拿掉 貼上去 好 就OK了 那這裡面的程式碼 它是寫好了 你就不要去改動它 然後執行就可以了 好 然後呢 我們要寫一個句集 來啟動這個程式 所以我們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還要再插入一個模組 一個句集模組 然後再把一段小程式copy進來 這段小程式就是 這個句集要啟動這個表格 OK 就是這幾行 好 這樣就寫完了 所以就可以run了 好 就這樣子 簡單 好 接下來呢 這個我們需要把資料 copy進來 要把這個五個圖層把它copy進來 我們程式已經寫好了 就是剛剛那個程式 那資料進來以後它就可以run OK 好 程式要把資料叫進來 這邊有一個資料 然後按這個 從文字檔 從文字檔 因為它那個是一個文數字檔 好 然後我們是放在第一槽的 chapter 7 ASCII裡面 好 然後呢 沒有看到 選項目 你這邊選這個所有檔案 它就出現了 然後你選 ASC這個檔案 不要選 XML這個檔案 你選這個ASC的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文字檔 然後把它匯入 然後這裡呢 它是用分格符號 它這個檔案裡面是用分格符號 按下一步 然後它是用空格 這個rest 它是每一個中間空格 分開來的 好 那這兩個設定好了以後 我就按完成 好 然後問你要放在哪裡 就從A1這個地方放 說OK 那就放進來了 好 那-9999就是沒有資料 然後還有1啊0啊等等這些 那這前面六行是它的這個header 那這個我們不要 要把它刪掉 選到這幾行 然後按右鍵 刪除 好 然後是按整列刪除掉 確定 OK 好 那這個 我們就完成了 好 然後我們要給它重新命名 第一個圖層就進來了 好 然後我再加 共有五個圖層 好 那第二個圖層也是一樣同樣的方法 從文字檔 好 然後選所有檔案 好 這次是Lane Cover 2 動作都一樣 好 空格 完成 確定 好 完成兩個 還有三個得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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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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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